OK 大家好 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课程 然后因为没有那个摄像头 我就不把我自己的画面放上来了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讲Stable Disflation Stable Disflation的话 就是SD的一个软件 然后我今天我也是给到大家资料里面呢 是有一个安装包的 安装包的话 大家不会安装的 给大家大概过一下 先是你会收到这样一个SD安装包 然后你点进去之后有一个绘画包 那绘画包点进去之后呢 这边啊 这边主要是把这个压缩包给解压出来 如果说不会的 你们看一下这一个流程 其实只要六到七个步骤就可以了 六到七个步骤 然后生成这一个AI的一个启动器 到网页里面就可以启动成功了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电脑的话 最好是要10显卡以上 就太低的显卡的话 估计是跑不动 那我自己电脑是也是10显卡 就10显卡跑图片跑跑还是可以 会比较慢 然后你们有条件的话 20304里往上拱都没关系 显卡越高的话 效果会越好 我自己是10显卡 所以你看我自己在生成的话 会生成一张图 那然后呢 我在前面有那个另外的课程 基础的课程给大家说了 什么样 什么是我们的模块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VAE 还有一个就是Bending 还有LORA一些定义和概念 那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去看这些东西的话 你们要先去把这些东西给过一遍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的话 你今天听我的这一段课你会听不懂 就会一脸懵 会一脸懵 你如果说Stay Body Fishing 你都没有进去过的话 你就会一脸懵 然后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再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主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是 我们如何去用一张模特图生成AR冷像 然后穿上同样的衣服的一个图片 同样衣服的图片 这个其实在电商领域的话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宽泛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平常如果说特别拍内衣行业 或者服装行业 他们可能每一个季度或每一个新品 公司在模特身上拍摄身上 可能要花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说我们这一块可以实现的话 相对来说其实可以降低很大的一个成本 然后这个也是Stay Body Fishing 它现在在电商领域里面应用的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就是你如果说拥有这一项技能 那你去公司 你跟老板说 你说我可以把你的服装衣服 你节省了模特的费用 全部给你用AR生成 你一个月拿四万五万的工资都不过分 能理解吗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OK这个就是AR的一个魅力所在 然后我今天就把这一个流程给大家说清楚 我把这个流程给大家跑清楚 然后你们如果说再说一遍 如果说连模型和VAE还有Bendy Lora这些都还没懂的 去我的前面一段课程半个小时左右的 先去听清楚 听完了 再来学这一段课程 然后我们这一个首先我们要有一个Lora的模型 Lora的模型 然后用的是 给大家打开 这一块我用的是这个模型 TRAIL也可以 然后我现在用的这个Magic 这个我是在那个C站去下载的 大家 来这个C站大家也保存一下 这个我在我的资料里面也是给到大家提供了的 那这个C站的话 C站的话你用Stable Defusion它可以生成很多的一个效果 非常非常及时化的一个效果 它是非常可视化的一些效果 会给到大家看清楚 然后你们可以在这里面下模型 下你的一个嵌入 下Lora都可以 然后可以确定自己想要的效果 因为它非常可视化 那我们之前在课程里面我也跟大家说了 这里的模型你们可能去下的话 虽然你知道它的英文名大概是什么意思 但是你没有办法精准的知道 这个东西它究竟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包括这个是HyperNetwork和Embanding也是一样的 你不知道它实现的是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你下过来可能有时候太浪费电脑的一个资源了 然后不好 所以大家下模型可以去到这个里面去下 这个在我前面的那个课程里面也是给大家讲到过的 界面你可以下载模型 下载Lora下载Banding 还有下载那个VAE 下载HyperNetwork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主要的话可能是 这张图片是不是你们在很多网上也看到过 这张图片 对这是叫我们这个C站 然后如果你下载模型的话 就选择这个checkcheckpoint的这个 然后Lora是在这里 然后我这个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要做的这个模型是我们15块 就是比较偏真冷渲染的 然后我当时是我是下载了这一个模型 对我是下载了这一个模型 不是这个 然后下载了这个模型之后 你去把它放到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对我下载的是这个 我下载的是这个 Magic Mix是这个模型 它是比较真冷版的看到没有 对我下载的是这个模型 然后你们可以把模型这个模型这个比较大 所以大家慎重选择模型啊 慎重选择模型 模型比较大 然后这个是2.24G 然后我下载过来 然后给它放到这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这里大家可以记一下啊 给它放到下载过来的模型 大家一定要放到这个Stable Deficient 这一个压缩包里面压缩出来的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Model里面 Model里面有一个Stable Deficient 放到这个里面 你看我下的是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个Magic 我刚才试了就Magic的效果 会比这个Trill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所以我现在用的这个 然后大家要这个模型的 如果你不会下 那你就做助教 我们这边给到 给到大家直接给到也可以啊 我这个也到处也会放到压缩包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下载 自己去下载 OK 然后我们再用了一个Lola 看到没有 在这里再用了一个Lola OKLola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Lola我选的是这个 我下的是这个Lola下的是这个 Download Lola 然后你们可以去看到Lola里面 每一个Lola里面 你看它后面 他们是用了这个Lola 画模型 然后生成的这些效果 然后其实你如果说 想要跟他们生成一样的效果 看到哪个图片风格 所以说我之前说的做会做 插画啊 做壁纸真的非常的香 为什么呢 你其实很多东西 完全可以马上搬运的 能理解吗 你们可以看到他用了这个东西 然后呢 提四次也跟你们说了 然后这里他直接把我们的什么 正向反馈词和反向反馈词 都给到你了 参数怎么样去设置 都给到你了 也就是说你1比1的模仿 它就可以生成它一样的效果 所以你只要到这个C站里面去找 你想要什么样的效果 都有 然后根据它的模型下过来 然后再把它的Lola下过来 就OK了 能理解吗 好吧 OK我用的是这个Lola 然后Lola下过来之后 给大家说过了的 Lola下过来 就是放到Model里面的Lola 是这个文件夹里面 你看我用的是 我用了两个Lola 然后我现在用的是这个 Ar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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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的是这个 看到没有 我用的是这个 然后你们下 这里下载好了之后 你到这里刷新一下 它就会出现了的 会就就会出现了的 你看我这个用的是这个 然后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Arene Lola里面 你看你如果说选择1.0 它就是说它的权重会更大一点 那你选择0.5 它的权重是一半 能理解吗 它的权重是一半哈 OK 然后我现在就针对这一个 内衣的一个效果 跟大家说 跟大家说 你看这一张图 我本来是原图是 我本来的原图是在 这个C站里面去 找的是这一张图 我找的是这样的 然后我截取了这一个部分 你们如果是模特是 模特拍图的话 也是直接这样的图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这里要做什么东西呢 做什么动作呢 我们这里是要做的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里要做的内容是这个 看到了吗 就是你要把这个 它这个内衣 你要保存的这个地方 把它绘制进去 绘制 哎呀我重新画了 看到没有 这是它本来的 然后我们 我们就是说 让它不变的地方 给它绘制上去 这个就是应用到电商领域 你的产品板块 这样去这样去做 可以保留产品原来的什么 厂产品原来的纹理细节 和颜色 这些它不会给你变动呢 理解吗 这个是 Stable 现在有的一个功能啊 其他的 AI软件 就只有女儿 它现在实现不了的 你就这样去画 然后因为衣服 如果说 本来它是就像 我们ps里面的选项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衣服勾好啊 勾好 勾好啊 勾好 然后你把吊带也勾好 这样勾好之后 然后这里一定要选择 重绘飞门版内容 重绘飞门版内容 意思就是什么 它反向选择了一下 那如果说 我们直接选择 重绘飞门版内容的话 那就是它外面是不变的 那只它只会换掉衣服了 它只会换掉衣服了 那理解吗 所以我们现在重绘飞 飞门版内容 然后门版 门组门原图啊 然后这里重绘区域是选全图 然后这个啊 叠加部署的话 就是大家电脑 如果说跑得动的 你可以选高一点 我的电脑现在是配置不算很好 所以说选择比较低的 然后这个是选择dpm 加sd 这一个啊 然后宽度和高度 这里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选择的图片什么样 拉进来 如果图生图的这个板块 你拉进来图片是什么什么 概念的 你要一定要跟它的 你看拖出来 跟它的比例是一样的 不然它就会形成这种胖胖瘦瘦的 你看我之前 不然它就会形成这样 就是被压扁了 胖胖瘦瘦的了 被压扁了 看到没有 这是我最先生成的两张 最先生成的两张 好吧 所以你们每一个东西 它都是要跑的 那你像我们如果一件产品 我们如果跑好了这个模式 参数设置好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生成很多的一个模特效果 对吧 可以生成很多的模特效果 然后这里的重绘幅度 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重绘幅度选择0 它就会跟原图很像 然后你重绘幅度越大 它就会就是动作各方面 它的变化就会越大 这个数值差0.01差0.02 它有时候偏差就会挺大的 偏差就会挺大的 好吧 然后这生成p4的图片 看你自己需求量 需求量 一般的话我电脑跑不动 你就出一张 然后电脑跑不动 你就出4张 出5张都可以 然后这一个板块 我现在这样 然后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和那个正向提示词 嗯 反向提示词就是描述了它的眼睛 还有它的身体 皮肤 然后我加了一个海滩背景 海滩背景啊 然后绘画素描啊 这样的一个 这样这是反向提示 反向提示词一般是不变 你们跑冷像的话基本上都差不多 这个我到时候会发给大家 也是分享给大家 我先复制下来吧 对 正向提示词啊 然后这个lora这里啊 你们要根据你们自己到时候下载的lora 比如说我想换一个这一个头 你可以就换一个lora啊 换一个lora去指指定就好了 这个我到时候发给你们啊 你就换一个lora去指定就可以了 能理解吗 OK 我们现在这个啊 现在生成的是这样一个效果 你们看它衣服的细节是保留了的 然后人脸的话是用lora的一个模型去打出来的 那我们再去生成一张 因为我的电脑会比较稍微比较慢一点点啊 稍微比较慢一点点 然后你们看我这里加了一个 这个地区 就是海滩背景 那你这里啊 我现在是0.57 如果往回拉一点 它这个海滩背景有时候就出现不了了 这个就是这个重绘的比例啊 重绘幅度这里的一个板块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点啊 不一样的一个点 就是你稍微可能拉了0.03 它的两个偏差就会非常的大 它的两边偏差就会非常的大 这是我给大家生成一张 然后我等下再给大家生成一张 就是呃 往这边拉一点的啊 往这边拉一点 然后你如果拉高了 它的衣服就跑了 它就能就不站在那个位置了 它能就会跑掉了 就是会 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有拉高出的图 你看这个都是不对的 都是跑偏了的 你看这个是我之前没有用那个Lala的时候 没有用那个 其实这张图其实身体的复合度还是不错的 看到没有 身体的倾向度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冷脸就这里有点缺陷了 这个就是没有打好模型 然后没有打好Lala的一个原因 这个脸这里有一点点缺陷 这张图已经比较不错了的 我们给大家过一下 我之前跑的 这张图还不错啊 这张图还不错 但脸部没有那么漂亮 它的脸型没有那么漂亮 而且有点大小眼 看到没有 有点大小眼 OK 有点大小眼 然后再往下跑 然后这个脸就更奇葩 所以大家用 你看这是我用了Lala之后的 Lala之后的 它脸型就会固定起来了 它到后面 你看我用同个Lala 它出的脸型就比较固定了 然后就手 这个你看跑太偏 它的衣服 因为它这 它的A压计算就不准了 它要求它这个衣服在上面的不变的 那它手就干嘛 手如果放上面去了 就不合适了 这个真实度就 然后这张图就不错 这张图就很不错 然后这个是我用图生图去生成的 就拿了这一张图再去生成 不是用了那个局部绘画 没有固定到它这个里面 那这个就非常完美了 看到没有 它的贴合度就非常的完美了 这个感觉少了一颗牙 这个是因为我现在就是迭代拉的不是很高的一个原因 这是最后一张出的 也是不错的 看见没有 这是最后一张出的 然后呢 你如果说 如果说有其他的模特 然后你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一个照片可以生成多个 生成多个模特的要求效果 包括你围巾啊 包括那种外衣都是可以的 因为你的衣服框架在哪里了 但是 你们在做的时候啊 最好这个假模拍摄的时候 最好是有带冷脸的 带腿型的 你看它这样会跑得比较精准一点 会跑得比较精准一点 OK 他还要一会儿啊 他还要一会儿 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C站里面啊 C站里面的一些风格真的很香 C站里面很多风格你都可以去选 嗯 他怎么老实让我进不去 他这个C站的风格 你看这个女生呢 就可以用到非常多的一个内容 然后他他每一张里面都会有提示词的 给大家看一下 他这里都会给大家放了提示词 也就的意思 我这个等下给大家试操一遍啊 也就是意思呢 你拿了你想要复制这个风格的图 你只要把他的提示词弄过来 然后把它揉揉模型拉过来 然后你用文字生成直接就可以了 简单吧 你大家想要做哪一张 我到时候 我等一下这个生成网 给大家生成一张 我们做一下这一张嘛 看一下 我们做一下这一张看一下 好吧 这张是机甲的 漂亮哦 这个就很漂亮很精致哈 好 我们这张生成了 看到没有 它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啊 整体的感觉还是可以 那我们再再把它 我们如果说啊 把这个往回拉一点点 我们就拉一点点幅度吧 0.53我们看一下 它可能海滩背景就不生成了 拉到0.53它可能海滩背景 它就不会生成了 终极啊太慢了 我给它拉快一点哈 给它拉快一点 大家看一下效果就行 把它叠带不足拉低一点 这样就会稍微快一点 OK 然后我们等它等一下它吧 你看这个也很漂亮哦 我们再给大家浏览一些其他分隔的图片啊 其他分隔的图片再给大家浏览一下 你看 它这里会有很多很多的分隔图 然后呃 很多很多的一些模型 模块可以去选 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动漫的也可以的 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 这还是动画的 而且这里是这个网站跟 给大家说一下是全部免费的啊 啊 all for free all for free 哇这个很漂亮 国分啊 我也有给给到大家一些国分的一些资源啊 国分的一些资源 这张图应该你们都看烂大街了啊 这张图你们在国内的网站上应该看到过很多 那这张也非常的漂亮 这张也很漂亮啊 看没有 ok 我们看一下它生成了多少 嗯 还有一个 你看哦 我把那个重慧幅度拉低一点点啊 拉低一点点 它就没有海滩了 看到没有 它就跟它更加接近 就也是保留了它这个背景 然后它的头的形状 头歪着的状态 也跟它是吧 更加的跟圆图更加的接近了 看到没有 跟圆图更加的接近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 这个的一个概念啊 这个一个概念 我把这一块截图给大家保存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重慧幅度的一个不同的概念啊 我跟大家说啊 我给大家现在展示的这个爱力 仅仅是指示于说 这个我想分享给大家 sd里面它还能实现实现千千万万的变化 太多太多了 你们如果说想精进化的去学的话 可以去报我们的进阶课程sd的 就专门针对sd的一个进阶课程 它会设置到很多很多的模块啊 就是相当于你是走非常专业化的一个路线 去跑这个东西啊 跑这个东西 嗯 然后我现在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种 这种方法 你基本上平常如果说我想生成美女插画啊 呃 绘画就是AI绘画这种图啊 其实就够了 就够你们用了 那我们不要看美女我们回去 回去 回去不要看美女 你看这种风格 然后这种 嗯 猫的风格 然后这种 就是 意思就是你 它里面是什么风格啊 你想要复制它的风格啊 就直接拿它的口令来生成 拿它的lora和模型去生成就好了 能理解吗 好吧 ok然后我们等它这一张完成 你看这种动脉的风格都可以哦 这种 然后你在它的提示词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提示词 这个 漂亮 再加一些自己的提示词 你看这个好看 这个也好看 再加一些自己的提示 你就可以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啊 自己独一无二的效果 回到这一张 回到这一张 看它生成完了没有 ok跑完了 你看它这个就会更 跟原图更加的接近 看到没有 这一张就会更加 跟原图更加的接近 对吧 然后动作也好 你看它动作也好 整体 然后背景也是一样 它生成 你看这张图这里有一点点阴影 它这里都给它跑 重新跑出来了一点阴影啊 然后包括文字 也更加清楚一点 这个就是不同的 这里重备幅度 呃 控制了之后 它就是稍微有点调整了 然后我们来到文身图吧 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模块嘛 我们也用的是这个 lora的模块 然后我们来个文身图 ok 然后把它我们直接把它复制过来 也是用的这个模型 我们试一下 好吧 也是这用的这个模型 我们要 这里的模型 我们把它选回来 选模型的话 点一个这里啊 显示附加广络面板 然后呢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lora 来这里啊 有了 这个比例我刚才说了 你可以从0.5 0.7 可以调 可以去调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参数 然后反向的词 反向词是哪个 我现在在复制哦 我现在在复制 我跟大家说 如果说你们刚刚开始 可以直接用我这样的一个方法去玩 你就可以生成很多的一个效果 你如果副业去打 你直接可以生成一些 就是可以生成一些 副业兼职变现的一些项目了 好 镜头光运阴影自然 他给到他的这些啊 给大家翻译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了 机械手臂啊 彭 赛博朋克半机械人 它主要关键是半机械人啊 所以说他形成了那一个机械手臂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采样方法和那个 他这里还有其他的参数啊 他采样方法也是 dpm dpm sd1的啊 sd1 对这个啊 选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7和40 种子 他用的是chromix chromix 我们用这个先试一下 没关系 高度稍微高一点点 7 ok 然后 然后我们生成一张看一下 我们生成一张看一下 这个是纹生图啊 纹生图 意思呢就是你直接拿他这里的参数啊 然后拿他这个lora 但他用的 你看他这里会有提示 他用的是什么模型 是用的chromix 但我们现在用这个magic模型 我们看一下他能不能生成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再换chromix 因为有时候 呃 模型跟这个lora 他还是要对得上的 他要是对得上的 不然他就会跑偏的会比较多一点 啊 跑偏的会比较多一点 可能要一会儿啊 因为我电脑不是很快 没事我们稍微等一下 再给大家浏览一些其他的 你看 这个杨 杨幂姐姐 所以你们用冷脸啊 去像你这个 如果你用这个模型去打的话 他就直接都是杨幂的这个头像 你生成的会都是杨幂的 然后这个东西啊 我在跟大家说一下 一定要 哎 就是法律意识要强啊 就是不要 不要做那些太跑偏的事情啊 不要做那些太跑偏的事情 大家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原创啊 法律是意识要强 然后包括这种手绘的风格 漫画风 然后这种炫彩风 这个也很漂亮 然后他每张图都有关键词给到你了啊 每张图都有关键词给到你了 所以 然后我们再看哦 这个漫画啊 这个也很好看 所以你们可以大量的生成你自己想要的一个壁纸和环境 然后这种风格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啊 我这个软件也是全免费的 也不用你们去做代码什么的 我分享给大家软件是非常简易版的 非常简易版的 就是基本上都能装 然后你们只要显卡不太差的话都没有问题啊 不太差的话都没有问题 看这个样子什么 机械没有 机械没有跑出来 先跑完吧 等它 基本上不太差的话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能够生成你们那个效果 呃 然后有条件的就显卡往3040跑 这又是阳明 所以当今生会啊 就是真的 这个冷脸 你们想要去用用来什么都可以 唐风 然后它这个你看也是一样的 它有把这个也是chill的一个模型 不同的图片风格它的模型不一样 这是chill模型 好吧 所以大家回去自己自己动起来啊 自己动起来 我这个视频点到为止 然后基础版的啊 基础版的前面的一些段落 一定要去听一下 去听一下 什么是 呃 模块的一个概念 你的脑子里有概念了 你才操作起来 你会有更加的一个思路 更加的思路 我们说了以后啊 就是什么 考验人的逻辑性 考验人的逻辑性 而不是你的动手能力有多强 逻辑性比动手能力会更重要一点 哦 60 太慢了 然后其实你们如果说去浏览一些 嗯 国外的啊 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进阶速度会很快 他们制作的动画效果啊 会比我们更加前卫一点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路还很长 这个分割面 这个分割很漂亮 这个是用的是divinity divinity divinity的一个模块 我英语不是很好 大家别这样 但是我自己英语主播是在做的 英语虽然不是很好 有些模块会不成熟啊 也有啊 也有 然后大家下模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我在那个普克里面啊 我们另外一个老师有讲啊 大家下模型要注意分辨啊 因为有些模型会自大病毒 所以大家下模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分辨 生成好了啊 但是它机器手臂的一个感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我们换一个模型 换Trill的模型 我们再试一下 这里切换一下模型就好了 再看一下它的模块 但它的冷脸你看一下 跟它的模块是一样的 看没有 它的冷脸 跟它的模块 我们刚才选的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LOLA的一个定义 LOLA的一个定义 所以大家想要什么样的脸型啊 就可以直接到这样 这里面去找 这里面去找你自己想要的一个风格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迭代副数再少一点 它们太慢了 再用Trill模型再生成一个看一下 其实每一个模型和代码都是要训练的 就慢慢慢慢训练的过程 它才能够达到你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 想要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板块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的照片啊 图片 然后它这里还有一个Move图 就是视频生成AR的一个视频 它这里可以一键生成的 你看我迭代步数低了一点之后 它跑起来就稍微快一点 跑起来会稍微快一点点 然后你们那个模型呢 我在那个前面的课程也有说 就是Happy Network这个模型放在这里的 然后LOLA放这里啊 不同的模型放在不同的一个位置啊 然后那个主模型的话是放在Stable Stable Deficient里面这个文件夹里面 没有下载的没有下载的家人啊 可以找我们助教 然后下载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安装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联系我们给你解决掉 它有不同的脸型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脸型就可以拿它的LOLA 拿它的LOLA去做 然后它也是定义脸型 然后 Happy Network 它有时候它会更加的定义 像Abanding 它有时候会更加定义一个照片的风格 啊 风格和调形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尝试 其实你发现啊 你听了我这个四节课或五节课 你会发现好像操作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对不对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操作起来还是蛮简单的 而且有这个C站的一些东西 基础的东西在这里 就是相当于你可以完全借助别人的指令 直接生成你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 因为前轮已经给你踏了很多的路了 前轮已经给你踏了很多的路了 这个小姐姐感觉chill 这个模型不是很 这个我可能这个模型不是很到位格 那还是这个模型生成的效果好 我们现在大体一看呢 跑得好像不是很精准 我们现在看一下 它脸型还是这个脸型 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另外一个模型生成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啊 那它你看它整体的风格后面的光运就是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语言去定义它生成的这个图片 然后你可以电脑电脑跑的时间长 你确定这个风格了 你可以跑的时间长一点的话 就可以往前拉一点 啊 然后高度什么的 就是在跑得更加精准一点 就迭代步数再高一点 它的生成图片会更加精准化一点 好吧 OK那今天我们这一块图片的板块 就基本上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图片的板块 基本上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我们看一下我刚才生成的 就是刚刚生成的 这是刚刚生成的两张 好吧 那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课程 大家把课程仔细的看完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个收获 好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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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